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评头论足 简单开合 好像昨天刚刚说完这句话 今天又说了一遍 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模型 就是作为高达成品玩具中最高规格的MB 所进军UC纪元的第一款机体 F91 那么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这款F91是MB系列里面的第一款UC纪元的机体 所以还是颇具话题性的 所以今天的视频内容 除了开开盒 看一看里面的说明书 还有布局之外 还要再来简单来看一下配件部分和主体部分的表现 也可以把这次视频理解为下一次视频的一个上半部 因为推这里面的东西 我真的是已经感觉按捺不住 真的很好奇 那么好了 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把这个盒子给打开吧 因为昨天已经录了MG神医的开盒 所以今天在微博上 已经有朋友在问我说是不是应该更新MG神医了这个星期 这我说其实把石打出来 这个星期连拼装 带录像 带解说 带剪辑 带发布 其实都很难完成 不过 这件事对我来说很容易 因为这两天其实 一直在快肚子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好了 已经把这个盒子给 给撕开了 看一看峰会吧 这个峰会我们就侧面来看 其实这张画面已经非常熟悉了 因为之前的展会图片 旋转图片 全部都是用的这张C 不应该是CG 就是实物图片 在盒子部分 全部都是这种黑色的色调 这个就是并没有压膜 是普通的这种纸盒的质感 这边是烫金的文字 然后看看背面 纠集的质感 纠集的可动 我们非常熟悉的广告语 这边是一些它机体的相关介绍 VSB2 光束盾什么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散热结构 我打开盒子看看里面怎么样 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盒子尺寸不大 很薄 这个字体风格 感觉还是蛮复古的 好了我们打开里面 银色的这感觉 配件应该不多 这盒子尺寸 也就和之前的三厚能天使的厚度差不多 好像应该和之前的自由也差不多 就这么点东西 好少 就这么两盒 先看说明书 完全没有被拆过的 东西出乎意料的少 看来全能在以后的F91的配件包里了 万代已经发布消息了 想要更多武器去买配件包 这个造型感觉好奇怪 好丑啊 一点都不帅气 这次说明书竟然不是折叶的 前面有这个大和冤邦男的机体设计 竟然不是折叶的 竟然是本状的 这个可玩 不是可玩度啊 就是玩法方面的介绍还不少啊 配件不多 玩法不少 可能是因为提换脸的事吧 嗯 就这么多啊 背面是星星点点的银河 说实话这个说明书看起来感觉像是假的MB 嗯 印制的效果并不算特别好啊 这个银河后面这个星星什么的都比较虚啊 好我们先看主体啊 又是这开关的感觉啊 F91本身是一款很小的机体 不知道在MB的尺寸方面表现怎么样啊 我们在以后的视频里面再来进行对比啊 今天来看一下第一印象如何 哇 开板了 这里面提供的是替换天线啊 看一看天线部分 貌似是 完全一样的啊 一会再来细看 我们先把主体给拿出来 我特别关心尺寸 到底是大还是小 感觉第一手感特别沉啊 这外甲部分特别光滑 还有油啊 这是油吗 反正特别滑超级滑 比我之前到手的任何一款高达模型都要滑 比那个光油版的自油还要滑 并不是上漆啊 这是进行的表面光子处理 先放到一边啊 好像还有油 支架部分的连接杆也放到一边啊 这是哪个位置的啊 替换脸在这啊 替换脸去 高达里面有替换脸了 F91的背包 全部都是已经给封装好的 那么主体这一盒呢 我们开完了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支架和地台吧 这个感觉是没有什么看点的啊 因为每一次的IMB支架和地台 除了印花不一样之外 其他都是完全一样的 并不是纯白的颜色 有点偏灰啊 支架杆的部分 然后地台的部分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尺寸很大的F91 然后下面呢这个是烫银的logo啊 嗯很小啊 这个设计看上去倒是比较简练 风格蛮复古的 好我们放到一边 接着来看各种各样的武器吧 好的 我们来拆武器配件的部分啊 声音好大啊 可以看到很多的造型手啊 先看这边 这有一个小头啊 这个头呢 一会再来细看啊 这个是一个标准高大脸啊 面罩是不能展开的 固定的替换头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小的光束军刀剑柄啊 应该还有一个不知道定哪去了 定哪去了 一会再来找吧 各种各样的替换手型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F91专用的光束步枪 这边是光束火箭炮啊 嗯纯白的颜色 感觉挺棒的 也都是一会再来细看 这边有个光束盾 一会装在背包上的VSBR 有两个啊 基本上就这么多了啊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对啊 光束军刀的剑柄啊 我们把配件呢 全部都拿出来 不是剑柄啊 光束军刀的特套剑啊 这一激动了啊 人呢就容易口误 两个光束军刀剑柄 我们全部找到了 造型手呢 暂时先不替换啊 放到一边 那么好了 到这里呢 我们这款MB F91的所有武器配件 包括它的主体呢 就全部的从盒子里面取出完毕了 嗯可以看得出来啊 配件的部分感觉还好吧 不对不少 那么剩下的时间呢 就让我们把这些烂七八糟的武器配件 包括装备呢 给它组装到F91的主体身上 来看一看完整形态是个什么样 我们首先来安装天线啊 直接把这个天线呢 安装在头顶的凹槽里就可以了 嗯按进去 然后呢 这天线部分呢 是采取了一个金色涂装 而背面呢 可以看到啊 上面带有很多细小的细节 这个脸呢 是固定造型的脸啊 并不能够进行变形啊 不过呢 这边两侧的盔甲结构呢 是可以进行 看展开的 展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内部的内构部分呢 是采取了银色和金色的涂装 感觉看上去还是比较精细的 而面罩这个部分呢 并没有提供多余的 如果想要使用这个变形脸 使用这个固定面罩的话呢 需要把这块给抠下来啊 说实话 我并不是特别想抠啊 感觉呢 会损害这个头部 抠完之后呢 是这个样的 好了 装回去吧 另外呢 这里面啊 还提供了一个已经展开的 面罩部分的替换件 可以直接把这个分件呢 安装在这个固定造型的头条上啊 不过呢 尺寸很小啊 平时收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别高丢了 太小了实在是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天线呢 给安装在这个可以变形的头部上啊 也是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头部又包夹了 首先来看一下替换啊 替换其实非常简单 直接把这个头部呢 给它拔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变形的头部呢 其实连接并不是非常紧啊 而这个呢固定头部 做完之后 手感还是比较紧实的 刚才那个手感方面有点松啊 不过 当你进行背包安装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啊 这个时候 背包里面带有一个小固定结构 会自动的 把这个头部的根部给固定好 为了还原F91面罩部分的展开机构呢 这里面啊 是做了一点小小的机关 呃 其实呢 默认状态下 这个面罩说实话 已经是感觉有点不堪入目了 特别像是一个星星一样 我是不怎么喜欢啊 呃 为了照顾变形也是没办法了 直接搬动头顶的这个结构呢 看 啊 这边呢 就会往回去 然后把头盔两侧的这个结构呢 给展开 然后呢 让这个面罩有一定的空间 我们再来搏动这个机关啊 这个就彻底的被移动到后面去了 再把两侧头盔呢 给它扣实回原处 呃 这就算是变形成功了 不过这个脸看上去 呃 这个鼻子 我们以后再说吧 嗯 他没男子啊 翻到F91的身后啊 来安装背包 这个背包的连接部分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并没有像之前的强袭自由啊 或者是命运那样提供 比如说卡扣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 呃 算是矩形结构吧 嗯 好 我们直接对应位置 给它 安装上去 装上之后还是非常紧实的 另外呢 在这个背包推进器这个位置呢 可以看到啊 边缘处 采取了一些金色的涂装 嗯 在我手里面的呢 是我们F91的VSBR炮啊 嗯 主体部分呢 是采取了白色 然后呢 这个部分啊 是采取了一个非常亮 非常纯的蓝色涂装 嗯 造型方面看起来感觉还可以啊 是比较厚重的 并且呢 整个这个炮体部分呢 是带有一定的展开机构 我们来看一看啊 首先 在这个位置呢 是支持拉伸的 拉伸完之后呢 这里面带有一个握柄啊 我们可以给它翻出来 用来手持 然后前边还有一个辅助握柄 在这边啊 在尾端呢 这边带有一定的展开机构 而且展开完毕之后呢 这个部分啊 是带有一定联动效果的 可以看一看 哎 联动啊 会形成一定的角度 最后呢 在我们这个炮体前端呢 还能进行进一步的拉伸啊 因为主体部分啊 是特别滑的 所以在拽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啊 特别难以着力 哎呀 哎呀 当拉拽完成之后啊 可以看到 在这个炮体的左侧和右侧呢 外甲部分啊 均会形成一个展开的结构 并且呢 可以看到一点内构 而且啊 在末端这个位置啊 是带有一个固定结构的 再往回装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啊 就 比较麻烦了啊 我们先不装 在最末端的枪头 这边呢 还能再来进行进一步的展开 那么这个VSBR炮呢 展开结构 基本上 就这么多了 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么下面呢 把这个啊装在背包上 那么好了 刚才呢 我已经非常费劲的啊 把这个炮呢 两侧的结构给全部收纳回去了啊 这个结构真的是 挺费劲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安装在我们F91的后背上啊 对应这个结构 但是呢 这里要区分啊 这个炮呢 其实是区分左右的啊 主要呢 看这里的结构 好我们来进行安装啊 这卡榫呢 还是尺寸很小的 哎 插进去了 来安装右侧的啊 我们把这个 卡榫先给它推住 往里插 嗯 就可以了 那么当这个炮呢 安装完毕之后 可以看到啊 在侧面呢 这边啊 是提供了一个类似滑轨的结构 所以呢 这边啊 是可以进行自由活动的 直接可以滑到腋下啊 向前开炮 不过呢 这个滑轨啊 给人的感觉就是 手感并不是非常的紧实啊 有点松垮的那种感觉 在最顶端呢 这边是提供了一处固定位点啊 这个部分啊 固定的倒还算可以 另外呢 在之前安装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反向的安装 直接从肩部向前开炮呢 这个造型啊 也是可行的 不过直接旋转呢 感觉擦碰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啊 不如直接来安装了 然后在手臂这里可以看到啊 这个部分呢 是没有安装任何装备啊 所以呢 形成了一处的空缺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直接安装上 我们F911的光束盾牌啊 那么颜色呢 是采取了类似 茶色的金属色涂装 个人感觉造型方面 看起来还是比较简陋的啊 不过呢 在这个部分是进行了一点 结构细节的塑形 大体感觉呢 一般般 在这个位置 除了可以安装盾牌之外呢 这里面啊 已经准备好了光束发射器啊 可以直接用来填补这一段空缺 插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里面是提供了两个尺寸很小的光束军刀剑柄啊 在末端处呢 采取了一丁点的银色涂装 尺寸很小啊 也要注意收纳 然后对应这个尺寸很小的光束军刀剑柄啊 这里面提供的也是茶色的光束军刀特效件啊 颜色呢 还是比较浅的 在末端处啊 这边是比较浓墨重彩的采取了银色涂装啊 这感觉呢 看上去挺乍眼的 而且有那么一点脏的感觉啊 嗯 我不太喜欢 然后啊在这个位置 其中一侧的左侧裙甲呢 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展开的小机构 那么给它打开 打开完毕之后呢 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是带有两个柱形的凹槽 这个凹槽啊 就是用于收纳光束军刀剑柄的 给它轻轻的给它插进去 这边也一样啊 两个呢全都能安装在这里 装完之后呢 给它再扣过去 这个光束军刀剑柄呢 在腰部就算是收纳完毕了 然后在另外一侧的裙甲呢 也具备着展开结构 我们轻轻的打开 嗯 那么之前呢 在手臂上已经安装上一个光束发射器了啊 那么这边呢 还额外提供了一个 可以把这个发射器呢 给它安装在这边的裙甲里 不过缝隙可以看得出来啊 特别小 我们小心一点 啊扣上去了 那么剩余的武器部分呢 首先是这把尺寸不算太大的光束步枪 造型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啊 和主体一样 都是采取了部分的弧面结构 而这个部分呢 为纯白的配色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啊 包括前端下端 都采取了一些金属色的涂装 另外在握柄的部分啊 这里呢 是可以进行可动的 嗯 总体来讲呢 看上去感觉还算不错啊 最后一把武器呢 就是这把尺寸很大的光束火箭炮 在长度方面啊 和之前我们看到过的蓝色一端火箭炮呢 差不太多 不过呢 造型方面的区别啊 还是比较大的 嗯造型方面 个人感觉看上去还算不错啊 特别是在尾端 这个喷口的部分呢 也是采取了大量的金属色涂装 另外呢 在握柄的部分 也可以进行一点角度的调整 同时呢 在扩充弹夹部分 是可以进行拆卸的 不过拆完之后呢 也没有地方去安装 嗯 倒是意义不明了 然后 无论是刚才看到过的火箭炮 还是当前这把光束步枪啊 其实呢 在后裙甲上是提供了一个展开结构 以便呢 把武器收纳在上面 嗯 但是呢 刚才试了一下 其实发现啊 虽然上面提供了一个很小的凹槽 但是呢 这卡榫对齐之后呢 很难 安插得紧啊 嗯 我怎么插得插进去啊 不知道为什么 换换换火箭炮看一看 嗯 固定效果 好像 特别不明显啊 插不进去主要是 得了 我们也不试了啊 直接来看一看F91主体部分的表现啊 其实刚才也说了啊 外甲部分 全部都是那种光字化的处理啊 仔细看了一下 应该不是漆面啊 就是像那个之前西安州那样的一个成型色 嗯 然后呢 标志部分印制依旧是比较清楚啊 特别是胸口部分 这里面是采取了一个镂空结构 透过缝隙呢 可以看到啊 在内部呢 是采取了尺寸很大的金色金属石刻片啊 嗯 千万也不要吐槽国产的金属石刻片的问题了 现在可以看到啊 万代呢 也在靠这个来提升细节 然后 在大腿根部 包括肘部的位置呢 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款F91呢 所采取的是这种银色的金属骨架 不过在质感方面看上去呢 其实有那么一点粗糙 同时啊 在肘部的关节位置呢 会显得有那么一些肉啊 所以呢 这骨架的部分看上去视觉效果 个人感觉是比较一般的 那可动的部分我们就不看了啊 来看一些可以展开的机构吧 首先呢 在肩甲的部分 这里面是提供了招牌的向前展开的一个结构 另外呢 肩膀这个部分啊 可以进行一个外推 当推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这个散热结构呢 给它抠出来啊 因为这个缝隙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取出感觉 嗯 还是挺别手的 推完之后 这个位置叶片啊 都可以进行展开 大概能够展到90度吧 而且呢 材料是比较软的 应该不会出现断裂的情况 嗯都特别软啊 好 这边 在小腿的后方呢 也提供了可以进行展开的结构 一共是三片 全部都能进行展开 像孔雀开瓶一样 嗯 就是这个样子 还挺好看的吧 哈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膝盖后方这个叶片的推动结构啊 其实呢 刚才在掰的时候啊 这个位置下段关节 其实超紧的 我甚至以为 这是不是固定死了 但是呢 一旦活动之后呢 就变得可以活动了 之前超紧 好 我们来试试这个滑动结构啊 可以看到啊 当到达这个角度之后呢 这个叶片才出现了一点推动的效果 在膝盖部分的外甲呢 这个部分啊 是具备着一点联动效果的 当腿伸直的时候呢 外甲会稍微的隆起来一点啊 其实也不算特别明显啊 我们来看一看 屈膝 然后伸直 顶起来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幅度了 那么好了 当看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这款MB-F91的开盒 包括部分零件装备 以及可动机构的展示呢 就看的差不多了 再次强调啊 这是开盒 虽然是有点细 总的来说呢 造型方面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完全就是MB的魔改风格了 看上去啊 之前有点闷闷的F91呢 也是充满了一些灵气 相信大家都知道 F91呢 算得上是一款很小尺寸的机体啊 然后这里面我没有拿其他的机体啊 直接拿一个万代的MB-00R 看一下尺寸方面区别到底大不大 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F91的机设不算大啊 不过呢 在尺寸方面是接近了MB-00R 所以呢 这款F91啊 在拿在手里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它特别的小 因此呢 这款F91的尺寸表现还是可以的 那么好的 今天啊 是经过了简单的把玩 我们的开盒啊 就先开到这里 剩下更多详细的内容呢 我们在近期的视频里面 再去来一一的解答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